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粉丝喜爱 大家都期待住在剧中看到他可爱的嘟嘟嘴 甚至有人打趣到男孩子嘟嘟嘴就是要亲亲 于是 粉丝们表示既然卢云宝宝嘟嘴了 那他们可就不客气了 纷纷表示急需卢云宝宝来哄哄我 作为诚意的忠实粉丝 这个暑假可以说是经历了莲花楼的心碎洗礼后 期待住英雄制的治愈之旅 可惜的是 这部剧的播出时间一拖再拖 粉丝们的期待也因此转为焦虑 我们已经背熟了莲花楼的台词 现在只等卢云宝宝来解救我们 这句调侃闹出了众多粉丝的心声 不仅如此 英雄制的言播也引发了社交媒体上的热议 许多粉丝表示他们每天都在刷新各大平台的动态 期盼能早日看到诚意的新剧 有人表示 再不播 我们都要自己拍英雄制了 更有粉丝激动地说 卢云宝宝 快点上线吧 再不来我们可就要哭了 作为诚意近年来备受瞩目的作品 英雄制从仇被开始就备受关注 剧中的卢云一角以其独特的性格魅力 早在预告片中就俘获了众多粉丝的心 无论是他的温柔体贴 还是那甜甜的嘟嘴表情 都让人忍不住想要亲戚 对于许多观众来说 这个角色不仅仅是诚意演技的又一次展现 更是他们在忙碌生活中的一丝温暖和慰藉 然而这部剧的延播却让大家的期待变得越发急切 粉丝们纷纷表示 暑假都快结束了 如果卢云还不出现 那这个夏天简直就是一个遗憾 更有甚者 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催播行动 希望制作方能够尽快公布播出时间 随着暑期档的逐渐结束 诚意的英雄制无疑成为了众多剧迷心中的一大悬念 大家既期待卢云宝宝的温柔之遇 也希望这部作品能在暑假最后的时光里 给观众带来一场心灵的盛宴 现在 粉丝们只能继续等待 希望诚意的卢云能够早日上线 用他的甜蜜和温柔 为这个夏天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至于诚意的粉丝们 他们依然在热切地盼望着那一天的到来 卢云宝宝 赶快来给我亲近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